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谈论一下厨余的处理 据统计全球食品当中30%到40%的食品都被浪费掉了 那如果我们再加上它的皮和那些我们切掉的下角 那么这个大概大到40%到50% 也就是说我们40%到50%买的东西都被浪费掉了 扔到垃圾桶里了 那么今天我们想谈论怎样变废围宝来制制我们的有机肥料 那么利用厨余做有机肥料 那么网上还有一些朋友把厨余直接埋在地下 我们不赞成这种做法 因为它可以吸引到很多的动物过来来扒你的地 那么另一方面呢 那动物一旦知道这儿有食品可以吃的话 它们会经常的光顾 这样的话会造成很多的麻烦 那么下面我们就介绍我们怎样利用厨余做有机肥料 第一个我们想谈论的比如说山药 山药呢我们去刮皮 而这个皮呢它往往都是含有丰富的营养 它丰富的生物碱和微量元素酮 那么山药很名贵很贵 但是呢我们却浪费了很多它的有效的营养成分 所以呢我们怎么我们应该把这些皮啊都收集起来 而做我们的有机肥料 我们人不吃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植物去吃去享受 那么虾对虾的虾皮 它含有丰富的磷和其他的这些微量元素 而且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们肥料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磷 那么它含有丰富的磷 所以做我们有机肥料会非常的好 土豆是一个非常经济 却营养价值极高的一个食品 它含有丰富的钾和抗氧化成分 那么我们做有机肥料当中呢 最主要的一个三大元素之一的就是钾 那么它的这个土豆的这个皮 这个钾我们可以有效的利用 蜗菊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B 还有很多的矿物质 比如铁和钙的含量都非常的高 那么我们在吃蜗菊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往往很大一部分都被扔掉了 它的皮和它的这个一些肉质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来做我们的有机肥料 洋葱 洋葱的这个皮 它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锡元素 而且它的抗氧化成分非常的高 但是我们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往往会把最有营养的这些皮的这些外部的干的皮而扔掉 所以说我们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些干的皮 胡萝卜 胡萝卜呢 它的主要的营养成分都集中在这个皮下 它含有丰富的维他命A 还有维他命B类 和矿物质 铁和鲜等微量元素 这个胡萝卜是经济 却非常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食品 特别对一些有眼积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食品 那么对没有眼积的人 它也特别的重要 这个维生素A和维生素D 橘子皮富含抗氧化物 叶酸以及蛋磷甲维生素等各个方面 所以说橘子皮是做有机肥料最好的 和它的最好的组成 那么它含有有机肥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的营养成分 香蕉皮 香蕉皮含有丰富的甲元素 所以谁要是这个心脏有问题 还有这个消化系统都需要多吃一点 那么香蕉皮的甲也是我们制作肥料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鸡蛋皮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钙 那么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知道 鸡蛋皮是一种很好的做肥料的这个组成部分 那么它的这个钙很容易被分化 而且进入到土壤 让植物吸收 大蒜皮 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锡 那么它和洋葱一样 都非常的具有抗氧化性 而且这个可以抗病毒等各种消炎的功能 所以蒜不但对人是一个很好的食品 而且对植物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做肥料 蒜是一个很好的candidate组成 我们以前有一个视频 叫咖啡渣来做有机肥料 那么这一场这个有机肥料过程当中 一定少不了咖啡渣 那么咖啡渣呢 它对这个生成蛋肥起了一个催化的作用 所以咖啡渣是我们做有机肥料 必不可少的一个催化剂 另外咖啡渣在制作有机肥料的过程当中 它会对我们参与有机肥料的合成中的一些微生物和蚯蚓 等一些小的一些微生物的繁殖都是有巨大的帮助 那么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的厨鱼 它们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它们用来做我们的有机肥料 各种各样的营养 蛋 磷 甲都有 而且含有很多的微生素和这些矿物质 所以营养非常全面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这些厨鱼 放入发酵桶里面进行分解 合成我们的有机肥料 那么在这个放到桶以后 我们封闭好 然后它就会在这个发酵 而在发酵的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一些热量 然后这些热量就会把这个取掉一种消毒的作用 所以它不但分解了这些食品 除于而且还会给我们产生这些植物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成分 蛋 磷 甲的和各种矿物质 那么我们再加入一些水来分解 来帮助合成我们的肥料 那么这个水呢 那么这个水呢加入以后呢 它会产生一种像氨水一样的 就是非常的一种肥水 一种肥料 一种液体 而我们直接就可以用这些液体 来浇我们的树 浇我们的植物 来浇水用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的营养成分 送到这个植物的根部 让它们吸收 在它发酵的过程当中 它们需要一定的时间 让它来合成 所以一定要注明日期 我们把这个发酵桶放在一个干燥温暖的地方 让它进行这个过程 大概三个月以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发酵桶里边的液体 就是我们这个肥水 那么这个肥料的水呢 我们就可以倒在我们的这个浇水器里 浇水桶里 然后我们直接倒入它的这个根部 然后我们让植物来吸收这些肥水里边的营养 那好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浇灌我们这些植物 根据它们的这个生长的状况 我们给予这个施肥 那么施肥的多少呢 我们是根据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大小来决定的 如果这个幼苗呢 我们就尽量的离根部远一点 然后如果要是比较大的 成科的这些大的植物 我们可以直接倒入根部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浇水 把刚刚浇过的这些植物 然后我们再进行浇水 这样的话这个水会把我们这些有机的肥料的成分输送到 渗到它的根部 植物的根部 让它们充分的吸收营养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连结 订阅和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